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演出的时候 然后那个老板觉得乐队还不错 就是说你从现在开始 每个星期可以在我这住场 然后我的第一反应是 我这一场多少钱 他说 钱 对 啥意思 没有钱 你们来演他还不给你钱 对 因为摇滚乐队 我们不是去做酒吧当助唱歌手 只是去演出自己的作品 那个时候一场观众 大概就是我们开过玩笑 十个乐队演出 九个乐队是观众 你是第二个乐队演出的观众 然后我们基本上 能分到门票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大概是 一个月的能分到100人民币 如果单纯那个年代 只是靠收入来平衡 一个行业价值的话 我相信很多人早就不坚持了